今天这个话题 说到耶稣的信息 耶稣的信息 他谈到一个上帝的国 耶稣的上帝 然后这位上帝有一个国度 耶稣成为一个信息的传递人 他希望领受他信息的人 顺服他跟随他的脚踪行 走到这一位天父的面前 然后能够有一天能够带着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 享受这个国度里面的美好 各位在你信仰的里程当中 所有的因素的出现都只是一个陪伴者 所有因素的出现都只是一个 希望你能够找到你身边有许多的好的条件 好的借引荐 把你一直往这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就是 耶稣被挂在这里了 他成为一个中介 平台 中宝 然后你从这里跟随他走进天父 那这一条生命的旅程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机会 所以基督徒没有来世 基督徒 有没有转世的观念 前世今生有没有 没有 有只有一个生命 只有一个机会 所以就在这一次的圣经礼图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一直走走走走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那在这里牵涉到的是一个爱 神爱人 然后揭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来的来为我们舍命 他的宝血洗净你我的罪 让你我的生命 有罪的生命 能够借着耶稣的爱 跟他实际这样的宝血洗净了 在上帝面前我们用一个完全新的生命 所以这个新生命 他用一个被爱的人被召唤 带着一个上帝儿子的新的形象 这个被爱的人 他也愿意用他的爱 来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所以这个恒相 每一次你看到的实际上 就是你与神的关系 以及你与周边的人的关系 被爱的人如何用爱的人生来回应上帝 被爱的人生命得到转化之后 他能够用一个新的形态 新的生命的观念 然后跟其他人建立一个很和谐清明的关系 这是耶稣在我们面前 他扮演的角色 没有人能够站在人与上帝之间 成为另外一个绝对性的力量 绝对性的角色 把我们跟上帝给block掉 阻害 阻害掉 所有站在这当中的都是一个媒介 一直要把我们引到上帝去 OK 今天我的一个话题是 上帝国 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上帝国度里面 跟神的关系 然后我们看到路加15章 他在这里有一个切副点 我们来看一下15章 第1节跟第2节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好吗 一杯 来 好 就在这里 今天所有15章 路加福音事务上有好几个比例 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 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例 比例就是用非常简单 明了 人可以了解的具体的东西 眼前的关系 来说明那个很奥秘很谣言的 上帝的国度跟人的关系 OK 有一天 税吏 Test correctum 你知道这个在耶稣的时代 犹太人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 所以犹太人是二等公民 就像50年前 台湾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台湾人不能随便当官 台湾人不能随便去 台中一中是日本人读的 台湾人有多能读二中 台湾人就成为二等公民 那在这个背景的时代 罗马帝国统治了犹太人 犹太人 变成被殖民 但是这有一些犹太人的 有一些人他们顺服罗马帝国 有绝大多数人不顺服 所以少数顺服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的 就被捡选出来去收税金 所以这样子说来 那个税帝出税的这一些官员 他们本质上他们的身份 就跟犹太人这一些领族 是一致的还是对抗的 对立的 所以这里又来了 众税吏和罪人都爱敬耶稣 注意喔 这一些税吏 抽税的这一些 我们说是什么 在 博税级官员 博税级官员 在博税级的官员 跟罪人他们是被归列在同一个族群 所以收税金的 跟罪人他们是同一类 从犹太人的立场来看 他们是同一类 他们现在来到耶稣面前 听耶稣讲道 这是一个画面 想不到他们静静在听耶稣讲道的 这个很peaceful很平静的画面 另外一群人出来 他叫做法律撒人跟文士 法律撒人跟文士 他的社会地位 跟收税金的 国税级的人 跟罪人 他们又是对立的 因为他们是在犹太族群当中 宗教的领袖 社会的领袖 他们在犹太人 虽然是被统治者 被统治者也有一些社会阶层比较高的 就是这些法律撒人跟文士 所以这里有身份上的阶级上的对弈 耶稣跟那些社会被看为是罪人的 地下阶层的人 在韩户上帝国的道 社会阶级自以为社会阶级高的那些犹太人 他们辞笑他 他们质问耶稣 你为什么跟罪人一起跟他们吃跟他们喝 OK 那这个问题来了 耶稣开始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上帝国就像 上帝国就像 有一个人 他有一百只羊 一百只羊失去了 丢掉了一只 那个牧羊人 他会撇下九只九只 赶快把九只九只 困好把它关好 然后那个牧羊赶快跑出去 彻夜去寻找那失去的一只 可能到天亮找回来的时候 因为那一只迷失的羊在外面流窜 牧羊人可能满身都是血 因为在那个整个山间很孤独 而且在冒险去要抢救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也是用这个比喻在说 上帝国为了寻找一个迷失的羊 上帝国为了寻找一个迷失的人 上帝国度里面的实则 他是用这样的态度在寻觅 甚至过程是很冒险的 这是一个比喻 上帝国就像这样 九十九只羊放着 为了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平均的寡户 他会做什么 他会彻夜点灯去寻找 那个失去的那一块钱 然后第三个比喻说 上帝国就像 某一个富有的人家 父亲有两个儿子 那今天我们就进入整个 上帝国就像 OK 所以整个比喻都在说明 那一位天父耶稣眼中的天父上帝 跟世人世上的人 而且世上有罪的人 各位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当你进入这一个教会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身份 我们教会的立场 请问我们教会的立场 应该要接近社会上 自以为有罪的人 还是要接近社会上 那一些去寻找社会上 那些福人社的人 教会的立场 都要感谢主 都要感谢主 但是无论怎么样 教会的立场 首先要回到这些 不能够排斥 所有这些软弱的 民私的 贫困的这一群人 只是耶稣今天跟这一群人吃饭 祂的立场的表达 OK 耶稣说 某人有两个儿子 这一个小儿子 小儿子 他跟父亲说 阿爸 请你现在把我赢干掉的 请你现在把我赢干掉的 不能够来找 请你现在 某人有两个儿子 父亲有那么多的产业 父亲的产业 后来都变成谁了 两个儿子的 两个儿子的 注意啊 你们犯了一个毛病 父亲的产业一定是儿女的吗 注意哦 我们很传统的都有这样的概念 父亲的产业一定就是儿女的吗 不一定 是 是 他好想说 很多人就有这样的观念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跟已经从三十五岁以后的工作 都跟老年人有关系 所以我已经看到了太多年轻人 当他的父母亲辛苦了一辈子之后 父母亲到了六十岁七十岁 我告诉你 孩子们不允许父母亲处理他们的产业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产业将来就是我们的 不允许 爸爸说这一栋房子要办 不可以 某人有两个儿子 他的手上又有两栋楼房 我告诉你 那两个儿子心理上已经设定 一人一栋 一人一栋 你知道吗 某人有两个儿子 这常常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的观念 多少父母亲他们一辈子刚开始的时候都很辛苦 阿公阿嬤在这边没有老是在这边 父母很辛苦 寒心如骨的这样子奋斗过来 寒心如骨的把孩子长大 养大 自己省吃减幼 都不敢用钱到自己的身上 而是靠他们年老的时候 他们的孩子都说 这一栋房子你不能动阿 那一栋房子你不能动阿 那一块地你也不能卖阿 因为我们两个 就我们两个一人一栋 田地一人一块 阿老耶 他到老了他不能自己处理 这里有一个小人就犯了这个毛病 各位 在这里我要很严肃的说几句话 你父母亲的产业你没有权 除非他们心甘情愿 第一点 除非你进了儿女的本分 对吗 现在台湾新的法律是 当儿女不孝的时候 当儿女不尽心的时候 对父母亲不敬不孝 不扶养 父母亲可以不把他的遗产给你 对吗 所以父母亲的产业不一定是你的 不一定 但是这里这一个 狗是他们阿 你跟他的老大说 把这个家伙待不住 这一个家我讨厌 我现在要出去了 我长大了 请把我应得的份给我 请问这个孩子是 有礼貌的孩子还是没有礼貌的 孝顺的孩子还是忤逆的孩子 太大了 太大了 太过分了 你父母在一起 你现在就跟阿伯在一起 就等于是 把你父母动这我已经没死了 我已经没完事了 你看他的心态 你看他的心态 当你要读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读他的心 看他的心怎么样 所以英语有一句话叫 I can read you 我可以读你 有很多东西 你表现出来你说得很好听 做得很好看 but I really read you I read you a mind 这个小儿子 他出来的态度 ok 好了 你说 当他这样子提出要求的时候 父亲会不会马上答应 会不会马上答应 一定不会马上答应 这个从他提出 到过来 还是真的把产业过给他了 这当中一定有很长很长的 一定有很长的争吵 一定有很长的 高队啊 老的切心啊 总对是切心 死了心啊 伤透了心啊 心都碎了 这种的 这种的自由 在这种的情况 心碎了的情况之下 看不见 这个小儿子 如果小儿子就出去了 就把产业 真的就分给他 注意喔 当父亲做了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的太太 母亲 心会不会痛 痛 家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当父亲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那一个 大儿子 会不会难过 很难过 这个大儿子会不会痛恨他的父亲 会不会 很痛恨 这个大儿子对他的弟弟的这一个举动 心里怎么样 一定分分不便 为了这个孩子的举动 跟要求 整个家 可以说是 都乱了 OK 但是 圣经说过不了几天 小儿子就把一切的产业他们卖掉了 带着现金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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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 money money pally pally 然后就走了 OK 请问 父母亲一生辛苦得到的产业 建立的家产 孩子就在过不了几天 就把他clean掉了 你说他会卖很高的钱还是建卖 建卖 建卖 他的每一个动作 看在父母的眼里 真的是伤透了心 看在哥哥的眼里 他一定是痛恨 痛恨这一个敌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但是拿到现金的小儿子 吹着口哨 戴着微笑 戴着微笑 唱着 唱着歌 穿着啪哩啪哩 然后开着电子 开着Porsche 这种 他的生片 带了一个非常高尚的 穿着短情的小女生 穿着大的 穿着 苦笑 哭笑 语语 也就是说天国就像你这样子 那个小儿子 那个不动的小儿子 过不了多久 你知道身上有moneymoney的人 他旁边的朋友多不多 多 我马上就过来 就像苍蝇 就像苍蝇一样 就马上过来 然后他们吃喝玩的 他们每天都到泡就到去 我在台湾我还没有去过泡 但是在朝鲜连路我们就有几间 我应该进去看一看 有一天在那里遇到我 你不要直接的奇怪 我就看过我们当中的谁在那里 不是进去查看谁在那里 他很快把所有的记录 所有从父母亲那里拿来的 他们发光 他潦倒 因为在那里朋友很多 大家吃喝玩乐 酒肉朋友 然后又遇到整个经济的大崩坏 然后找不到工作 现金没有了 朋友走光了 他后来为了维系他自己 他不得不去跟他一起 我是一个牧牛的孩子 我也养过羊 然后我也养过猪 他说 这一个人说 潦倒到抢食物 我告诉你 我过那样的生活你知道吗 我们小时候有猪啊 有猪啊 然后妈妈说 我知不知道 那些汉池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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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那些都是番薯 然后要拿去给猪吃之前 在厨房到那个猪料的路上 你知道我们就先捡几根 先自己塞进去再说 你知道要吃的番薯要拿大的还是哪 小的 小的比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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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第一吃以前自己先捡几根 那猪还是吃我吃 吃我吃 吃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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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说过那样的生活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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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么 那个 台湾说 腰牌的孩子 后来变成这样子 就在那个以猪为虎的孤单 苦痛的 潦倒的 之子的情况之下 过了一阵子之后 他后悔了 几目无亲 非要通通远远 他日子变得那么孤苦无依 后来 他想到了 在我父亲的家里还有许多的工人 在我父亲的家里还有许多的工作 需要长工 我为什么自己 潦倒在这里过这样的生活呢 不 我要起来 不 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要重新 希望他能够收留我 各位 上帝的果 很多时候就像这样 谁会注意 教会上面那个实讲 都不换 谁会注意 在你生命当中 还有一位上帝爱你 很多时候都是 当一个人 他的生命遭遇 重大的冲击 落魄的时候 他才能够向这个小儿子 醒悟过来 他开始静下来 他醒悟 他说我应该要回到我父亲的面前 我跟他认罪说 父亲啊 我错了 他认罪 他回头 然后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希望 新的未来 他真的后来站起来了 他真的要回家了 你认为这一个浪子 他要回头的这一条路上 心里会不会煎熬 会不会 会 很挣扎 很煎熬 因为现在更紧张 那边对于老婆 不知道如果是跟父亲开口 他不知道要如果 面对他的长胸 他不知道要跟他的妈妈怎么说话 因为他要出来的时候 把整个家通通闹翻了 多少人对他的苦劝没有用 他要出来之前 说的那些话 每一句话都割伤在家里的每一个人的心 现在 他还有能回家 但是他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站起来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要回家 这一条路慢慢长路 哎 我想 各位 我相信我们当中 现在又有人在做这样的挣扎 该是你回家的时候 该是你真的 承认自己过去 应该可以走向未来 这一条醒悟过来的路不容易 你要重新面对一些人 你要重新面对你过去的一些傲慢 对别人的侮辱伤害 不容易 但是 还是 假如你愿意寻找一个新的未来 我想这是一个时候 耶稣说 耶稣说上帝国就像什么 上帝国就像一个落魄的人 当他起来回家 重新要去面对他的父亲的时候 耶稣说 那个父亲从遥远的地方 望见一个 望见一个 有一个人从远远都一直走过来 老头子应该是眼花 但是老头子应该看到 那有一个人他好像 虽然穿的整个样子都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那应该是我的儿子不是吗 所以这一位父亲 他就从家里跑出去 在半路上张开他的双手 来迎接拥抱 孩子啊你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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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你真的回来了 耶稣说上帝国就像这样子 耶稣在回来那一群 马里山人跟文师对他的质问 为什么耶稣你跟那些罪人同桌 耶稣说 这个就是上帝国 各位 当你进到顶福教会来的时候 你要觉得很庆幸 就是因为有耶稣的教导 这个地方 不会看不起任何一个人的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 让我们愿意伸出双手 迎接拥抱每一个人 希望我们教会就像 学到这样的功课 OK 父亲拥抱他 欺负他 父亲用没有条件的爱 没有计较的爱 来面对一个伤等累累的人 不管你过去 对我们的伤害怎么样 都过去了 所以这里我用了一句话 对受伤者 你要赶快的表达 快速的表达 对他的爱 因为受伤者 现在的心灵很伤痛 很脆弱 很担心别人对他的拒绝 或者很担心别人 哪怕过去怎么伤害这一个家 哪怕过去怎么伤害 所以当有一天你成为别人的父亲 你成为别人的母亲 当有一天你成为一个高阶的主管 你又有这样的心胸对待那些已经醒悟过来的人 你要展开你的双手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没有关系 只要重新再来 只要你愿意重新认同我们 都过去了 OK 父亲对这一个小儿子的过去 没有任何的责备 反而吩咐他的仆人说 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 拿戒指给他戴上 鞋子穿上 把我们家里那一头肥牛赶快牵过来 宰了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怎么样 死而复活 死而复得 哇 家里充满了一变欢乐的气氛 哎呀 你看这一 压缩水是很高的 充满那些季节的变化 太快了 所以他的仆人就很勤快 有个人今天拿一件衣服 有人就准备 那个热水 哇就准备所有 衣服是给他戴上一个 重新戴户 重新穿上 戒指是什么 那你要结婚的时候 那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信物 重新认定你就是我的儿子 这是一个新的契约 不管过去怎么样 这个戒指表示 我再一次认定你就是我的儿子 告诉你 这个就是上帝国 每一次我们的洗礼 就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印记 每一次我们所圣餐 就是上帝给你的重新再立耶 是吗 鞋子穿上 有没有看到 那个尾的穿上 他的鞋子穿得都破的不像样子 衣服破浪的 跟猪在一起的人 他会来的味道好不好 重新使破 重新穿上 重新来 给了你那个戒指 给了你穿上鞋子 来 重新建立父子的关系 完全的爱 完全的包容 完全的接纳 这个就是上帝国 对你我我们这些罪人的爱度 对不对 我们真的要感激 这个就是上帝 一切都过去了 OK 每一个罪人像你我一样 我们都需要一个家 我们都需要一个被接纳的地方 我们希望你的家 就是一个接纳的落人的地方 我希望你的家不是一个 常常在内部搞混乱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当小儿子要出去的时候 他的手指都一直在指着父母的不是 在争论的地方 都是指着别人 当然是希望家不是论是非的地方 家是一个谈恋爱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永福教会 永远是一个接纳罪人的地方 是一个接纳软弱者的地方 你我我们有一天 都可能是成为一个浪子 你我我们有一天都需要被人安慰 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的接纳我们 感谢主永福教会 希望就是 OK 我们都在追求一个地方 你也可能就在建立一个 寻找一个建立一个家 希望你我我们都有机会 有一天我们地上有一个好的家 天上希望也有一个 OK 现在另外一个孩子 某人有两个儿子 刚刚我们谈的小儿子 现在我们谈的大儿子 当小儿子一个浪子回来的时候 哇 当一个浪子回来的时候 你看大儿子怎么样 谢谢 大儿子在哪里 在工作 注意哦 大儿子是在农场工作回来 小儿子在外面当浪子 大儿子在家里做什么 辛苦工作 这样的大儿子好不好 好 好啊 这个大儿子很标准 当这个浪子在外面 爹子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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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亲的责任谁在顾 父母亲谁在陪伴 父母亲谁在陪伴 父母亲圣病的谁送七张七 老大 老大好不好 好 应该颁奖给他 是优良孝子 可以的 是孝子 嗯 OK 知道 这一个整个村子里面 大家很肯定的一个大儿子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当小儿子 当他的弟弟回来的时候 大儿子怎么样 都不高兴 不高兴 不高兴 他的爸爸很高兴哦 大儿子不高兴 请问 这个家是谁的家 爸爸的家 这是爸爸的家哦 他也是爸爸家里的一份子哦 这个家是爸爸为主还是他为主 爸爸为主哦 但是当小儿子 他的弟弟回来的时候 他变得比妈妈还大 大儿子变得比爸爸还大 他不爽 当他不爽 他知道家里竟然有 父亲为小儿子 为他的弟弟办这个宴席 做欢庆的时候 他真的生气了 他不进去 父亲出来劝他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您不愿意愿意愿意 OK 可以看到这两个 哇 一个从洛伯的地方回来 一个从农场回来 一个从农场回来 他真的 他开始抓狂 这个 前一阵子是小儿子在控诉父亲的不是 现在谁在控诉父亲的不是呢 大儿子 大儿子 他是在控诉父亲的不是 小儿子 小儿子要出去的时候 也是 哎呦 这个叫做天国就像 有时候 上帝很 上帝很衰 上帝很衰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我们心里不爽 我们就 控诉他 上帝国就想成要上帝 哎 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的态度 表现得比上帝还 还大 我们常常在指责 上帝你这样子不该 教会你这样子不该 我们突然之间 我们忘了我是谁 但是对照小儿子的态度 小儿子现在的态度是父亲啊 对不起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 我不配过你的儿子 小儿子现在是鬼罪 大儿子现在是控诉 你看这些年来 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 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你给过我什么东西啊 年龄是小的山羊 让我跟我的朋友 站到一方都没有 但是你这个儿子 他把你的财产 挖在苍惊的身上 现在回来了 你就为他展示 现在这个大子 那么优秀的一个儿子 现在变得 他讲话的态度 他的心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的 所有的表现 跟小儿子要出去完全一样 爸爸呢 伤不伤心 伤心 抹着又两个儿子 老妖也这样子 老大也这样子 父亲说 你就进来吧 老大就说 不 除非你先把他救出去 哎呀 你是我的儿子 他也是我的儿子 他说 他是你的儿子 不是我的兄弟 哎呀 我爱他也爱你了 不 你只爱他 我一切所有的将来 都是你的了 不要再说 我败心 你如果 你如果在那儿 哎 我都要再跟你说一句 对吗 我告诉你 耶稣说 上帝国 就像这样子 常常那位 非常优秀的人 有时候他的心态 也非常的可怕 常常在人的眼前 他非常尊贵 可爱的人 有时候他的心思一念 现在爸爸要 爸爸要拥抱大儿子 大儿子的拒绝 大儿子完全拒绝父亲的 太多的不安全感 爸爸一再的对他说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将来 我温柔 是怎么给你 有没有效 有没有 不效 因为大儿子心里 一直在恐慌 第一 如果再一次了 有一天 他的产业怎么样 大儿子心里有太多的盘算 太多的不安全感 OK 现在大儿子 父亲怎么说 他都听不见 父亲一直说 你就是我的宝贝 大儿子说 不 我就像你的仆人 为了你拼到这样 追到这样 你从来没有 你从来没有 因为我们在 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讲话都是这么讲的 你从来都没有 两千年过去了 到现在人群都没有看见 对 听说 你这个地铁 失时而复活 失而又得了 拜托 让我们一起进来 回来吧 进来吧 我们一起来庆祝吧 请问你猜 大儿子后来也没有进去 有吧 有 有 你会不会进去 你还是要进去 他会不会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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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问 耶稣真的是一个 Story Terrer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非常高超的 讲故事的人 他讲到这里 他没有结论 他真的故事就到这里就没有结论了 事实上耶稣的故事讲到这里 祂把你看成你是家里现在你是家里的那个长子 现在你是在那个房子里面的那个长子 多少人现在是在这个房子的外面 多少人现在在外面的世界当让子 你现在你是那位在家里的长子 有一天外面的人进来了让子回家了 他可能是伤痕累累成为一个失败者 成为一个失去好几亿的人 他的婚姻失败了他的事业失败了 他在外面回来的时候回家的时候 你现在住在这里 你是家里的那个长子 未来可能你会怎么处理他 OK 好吧 耶稣说来我们把马汉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说的话来 对 来 来吧 所有的老虎 对父中伴的人 都到我这里来 我要是你们的安心 耶稣说这个家里的长子 耶稣是上帝国度里面的长子 耶稣永远是一个非常心胸宽大的长子 当你我这个小儿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 耶稣不会站在门外 耶稣一定马上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与我们一起同桌 那个圣餐就是我们的长子在要求我们 来呀来呀 失败的人一起来吧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起来享受天父上帝的爱 所以同桌共赢 这是耶稣所表现出来非常 各位我一直请你们 对不起啊 今天因为在这里带唱歌的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所以我要说几句更重的话 那每一次的礼拜都是一种邀请 你们的第一首歌 希望都是非常让大家都能够开口唱的歌 好吗 Please 来呀来呀 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 当我们开始开口唱歌的第一首歌 让大家都能够开始开口唱 好吗 Please 每一次的每一季的新歌 顶多只是三分之一 都要有旧歌 旧歌是什么 大家很熟的歌 让我们大家真的拿一个唱起来 Please 那表示我们是一体的 而且那个一体你唱的歌 我唱的大家的声音都被听见 不然我只听到里面三个人 三个人的神 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祂现在里面邀请让子 耶稣又说健康的用不着于世 天国就像什么 天国就像一个 那个国王要为他家中的孩子举办练习 他邀请了许多人来 结果很少人来 他就派人到街头巷尾去把所有街头巷尾的人 不管你是谁 通通邀请来 这个就是上帝的国 所以上帝的国 永远是对所有的人敞开的 每一个礼拜都是上天国的一个欢庆的日子 大儿子回来 小儿子回来 我们大儿子跟小儿子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享受这个天国的微妙 天国的微妙上帝在那里 OK 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 大家来分享一下 请问你现在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请问你现在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 请问那个大儿子有没有可能也变成小儿子 有没有 很幽的人什么时候不小心他就沦为浪子了 另外一个浪子了 OK 所以上帝国在这里 耶稣说上帝国 耶稣说在这个上帝国的面前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小儿子跟大儿子 不断的在做变化 门内门外不断的在做变化 OK 愿上帝的爱永远在我们身上 愿圣灵永远引导我们 让我们用谦卑的灵 一生意来走这一条天国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真的谢谢你 在耶稣基督的邀请里面 在耶稣基督成为国度里面的长子的邀请里面 今天小儿子 我们这一群小儿子通通回家 谢谢你 希望我们先回家的人 有一天在这个家里面 也学习耶稣的角色 拜免大儿子 用宽容的心胸 来等待 来邀请 来陪伴 所有在我们后面回来的 一个又一个的浪子 让我们新旧 掌幼 大家都能够享受天父上帝 永远的爱 包容的爱 一致性的爱 谢谢你每一个主人 就是我们彼此要与神 我们天上的父亲见面的时刻 谢谢你用你的爱包容我们 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什么叫做 没有条件的阿拉贝的爱 愿圣灵接纳我们的祷告 把我们祷告带给天父上 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你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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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在的我生命 每一天 我需要你的 你放入感冰 每一时刻 我需要你的 你生命如于教你 这是我一道道 愿我生命难堪 为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一道道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心中爱你心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担当 为荣耀你的耶稣 这是我的呼求 明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心中爱你心 每一天我需要你 听话语如干凌 每时刻我需要你 生命如雨降低 明天都更爱你 明天都更爱你